Hello 大家好 莎姐 最近少拍了影片 直播更少 原因不是懶惰 是真的累 因為大家上次聽直播都知道 樓上是有人會扔東西的 這個已經持續了整個月 你問我有沒有投訴過 我已經投訴了 但是管業署的人當然懶惰 你說扔東西而已 第一 他不知道多大聲 第二 他怎樣捉人呢 你也不知道哪個樓 更何況 問題不是吵到他 你沒有你吵 他就有他 總之 他又不要有麻煩 但是他不會體諒你 突然這樣扔下來 如果你說他是不是都是11點扔的 是三下 三下 五下 五下 那你有個預算 但他不是嗎 有時候是11點半 有時候是11點鬆一點 有時候是10點多 大部分都過了11點時間 有時候我都發覺 他是不是玩東西 因為大家知道 因為大家知道 11點至7點 就不可以有嘈雜聲響 是可以報警的 那你永遠都是過11點的 如果你說 純粹是十點五十多分 我吹念著 你是11點後的 很多時候都 那你是不是想挑戰法治呢 你是不是覺得法治是沒有東西呢 上次以為他11點多 誰知道突然是9點多 10點頂 當然嚇了嚇了 因為大家知道 我這裏分散力 跟外面旺角不同 旺角是不是也會有車 噗噗聲 你這樣頂你又可能不太說 但是我這裏 你現在聽到的 我現在離現在9點鐘 其實是沒有什麼外聲的 是沒有其他雜音的 你最所謂的雜音 可能是冷氣聲 風扇聲 但是你是沒有其他人聲 車聲 什麼都沒有 當你睡著了的時候 你突然間這樣 你是精神緊張得很厲害 我是會跳到心體跳得很快 所以每次我都是要等到它蹦完了 我才夠膽睡 是夠膽睡 那一陣子 好像今早早 他又是未到6點 或者6點多鐘 這樣扔東西 以為扔了五、六轉 以為他會停 怎知道隔了一分鐘 都沒有反應 我以為他不會再有 安心睡 然後又突然扔多一下 這些基本上是精神虐待 所以我那天星期三晚去了酒店睡 可能有些熟我的網友的人 就會支持我 但有些不知道的 就會覺得 你這傢伙住公屋去酒店睡 因為也有些人不喜歡我的 你住公屋去酒店睡 怎麼搞錯 你不是這樣被人精神虐待 你是需要這樣做嗎 我告訴你 我一定是在家裡睡得比酒店好 你家裡怎樣睡都可以 怎樣辣 都可以 而且我是要有攬枕的 那些 酒店能不能給我一個攬枕 但是 你自己想想 如果我不敢做的話 我就真的 有一點點愚蠢 因為我自己想分析 暫時沒有人這樣跟我說 不過我想跟大家去分析 又不是辯護自己 有很多人 想的東西就是眼光太短淺了 就永遠想想 你浪費幾百元住酒店 那間酒店都相對貴 五百元 如果我住便宜一點 近清衣 三百元就可以搞 但我計算過 三百元住清衣 可以的 但問題是 我早上還要Gator 起床 所以我選過貴一點 在公司附近 真的一條街 五分鐘 回到公司 我會睡久一點 我就是這樣選 不用太頻撲 我要的就是舒服 安心睡 可能有些人說 五百元這麼貴 那是貴 但你要想一下 我現在還在試用期間 如果我過不了試用期 我怎樣保住我兩萬元 一個月的薪金 因為我自己 星期二那天 我已經想預訂酒店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是 不是眼睛 我的精神狀況已經很累 我又發覺自己已經做得慢 我正常精神狀態 都不會這麼慢 是慢到自己接受不到 還有日差錯 其實我有想過 我也是普通人 我都有想過 我熬了兩天 回到星期四 星期五六天就放假 因為要知道放假 他下午不睡 我就下午不睡 我上個星期都是這樣的 他下午不睡 所以星期六下午就是這樣 不停睡 我其實有想過 我熬了兩三天 我不用熬到星期五 我熬到星期四 所以我就可以放假 是否需要預訂酒店 但星期二我真的受不了 星期三我都是十五十六 但我都戴上所有準備 即是戴上第二天 如果萬一我真的要睡酒店 我第二天換的衣服 底褲 水衣 我先戴上 再決定 但我真的發覺 不行 星期三我真的 真的狀態差得很厲害 出錯率很高 罵得回的人 上且知道 罵不回的人 或者找不到的人 當然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人 不能罵 於是我就決定 星期三睡了 去酒店睡 睡完星期四 就發覺 精神很多 雖然身體的累氣 當然是依然有 因為始終 這麼多天 睡得不好 但我接著 星期四 就罵回 原來我星期三 做錯了 這麼會死多 哇 幸好 因為要知道 我就算付500元出來 一個星期睡一晚 酒店 都是說 現在便宜了 都是二千元 但我可以保得住 我二萬元份工的話 其實是值的 因為你老闆 他可能不會介意你做得慢 但他一定會介意你做錯 你收得這麼高的工資 你做錯了些事情 比小女生還差的話 一定是少許解僱 所以我覺得 我需要這份工 所以我寧願貴一點點 睡酒店 都要保住精神 因為你做老闆的 就像我下面的管理員一樣 你說吵而已 有多吵啊 就算有其他樓層 就是我這份10號樓 其他樓層都有投訴 但他都不會知道有多吵 他不會知道 每天被人精神弱待 你其實睡的質素是有多差 你的精神有多緊張 他是不會理解的 老闆也是 他是不會理解的 因為他付錢 是要你解決他的工作 就是要你做事 是要搞定一些事情 而他老闆作為你老闆 沒有必要解決你生活上的問題 再難聽一點說句 你兩萬元的工資 我現在下面 青衣裏面有什麼永倫八百 好像月租都是六千至八百 八千元一個月 都夠啊 你就算月租下去 你都夠的 你都夠生活的 但是當然這個是最愚蠢的方法 明明自己有家 所以未來我可能都會考慮 在未解決那個人之前 可能一個星期會出去睡一晚 確保我的工作質量 至少我先過了職業 所以有時候 香港人就是 看的事情是很少 正如我媽媽看的事情 都很搞事 我當時接些職業回來做 當時和媽媽住 接些職業回來做 有五、六個房子 三個房子 兩大個房子 六、七個房子 其實很重 我打算坐的士 媽媽說坐巴士 我怎麼拿啊 我幫你拿上巴士就可以了 問題是媽媽大人 你幫我拿上巴士 我怎麼拿下巴士 這是重點 我怎麼拿下巴士 我還要走的 那我不如坐的士 我坐的士兩百多元而已 有些人說你這麼豪 坐的士兩百多元 是啊 但你看一看的醫生 你扭傷 你是說一千元的 看醫生 如果你扭傷的筋骨 你看專科是一千元的 你兩百多元是不是小儀科 更何況我fee lance 我這裡是蓋上的 更何況 如果你真的扭傷不能上班 你的薪金怎麼算 我難道跟我老闆說 我做fee lance 我扭傷不能上班 沒有可能的嘛 所以有時候 真的能夠計算的人 應該會會計算這些 不是純粹省 這樣 所以我們香港人要懂計算 我們香港人是醒目的 但問題是很多時候都不懂計算 看那個目光是太短淺 所以就會任由一些淨棍去擺埔 但是我們要開始學會看一些長遠一點的東西 就是 在這裏就可以說 在內地就不能說的 內地是否又完全那麼好呢 內地的市民是否又完全那麼好 其實都不是的 內地是有一幫很高質素的學者 有讀過書 但也有一幫沒有怎麼讀過書 純粹真是純粹愛國情懷 當年外交部 記者發言會 趙立堅和華春瑩那些 經常都送些鈣片給他們 為甚麼呢 就說他們沒有骨氣 那麼軟弱 說他們沒有腰骨 經常送些鈣片給他們 那麼這幾年 硬正了 站硬 就經常有鮮花送到他們 他們那個辦事處 就給他們 你覺得人真的變得很快 但其實 是他們看不清的 因為很多時候國家的東西 不是我們的聲鬥市民知道 那你想想 當歷時的國家是 他們的兵力是有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 足夠到跟別人開拖呢 是不是所有東西都不需要 靠別人開拖呢 這些東西 是內部自己暗底才知道 等於我們有時候出街 我們穿得很漂亮 但是等於我們真的 袋裡面有這麼多錢呢 是我自己的籠底才知道 所以有時候 在一些民眾裡面 他未必知道 他就是看到 國家都已經這麼發達 又有什麼東風導彈 又有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重要 因為在市民的立場來說 開拖打仗 他幻想不到 但在國家層面來說 開拖打仗代表什麼 我怎麼保住 萬一有開戰的時候 我怎麼保住 那些糧食 是真的足夠 全國人民用 我怎麼保住 醫療真的足夠 但問題是 市民是不知道 我總之現在有東西吃 但我不知道 原來我們的東西 可以維持到多久呢 如果開完帳 贏了之後 是不是純粹贏了高興呢 我們的經濟 會帶來有什麼沉重的負擔呢 市民是不會知道的 而且當初他們外交部 為什麼要這麼 需要握手 是我們是繁榮起來 但是未至於可以一夜抗衡 所以都尚且握手 為什麼以前的國民又不出聲 你想想毛澤東時代 大家看到我們真的沒有反食 又怎樣會覺得 他這樣卑微一點點的態度 是什麼呢 是差呢 但是在早一段時間 不是這幾年 再早一點點 大家看到經濟的利益 大家看到發展了 又有導彈 又有整個 好像已經 已經跡身到 軍事已經很強了 但他也都 再深入一點點 他們還不知道 軍事強 是不是我們打完之後 跟著大家一起捱臥呢 他們沒有想到後著 所以那時候 我們外交部都是 說話 都是比較 有一點點空間 但是現在就開始硬了 因為看到美國量 他都不夠膽 還有美國 有沒有錢打仗 因為現在美國 是呀是呀印銀子 但問題是 你印銀子這些買物資 你現在很多東西都Made in China 他印了銀子 是不是就等於我們要給他呢 我們到時候一個麻煩 你印銀子又如何 你有錢找數又如何 我們是不供貨給你 那你有些什麼可以重用呢 難聽些說 美國是否可以整個導彈去自己生產呢 是任何物料都不需要呢 不需要我們中國輔助呢 那可以可以的 但問題是 那些人緣受傷又如何呢 抗生素的主要原材料 八成是我們輸出的 即是他們不需要抗生素 不需要 要不就死 要不就 到時候打仗 要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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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醫治好的 因為沒有抗生素 你就算做手術都好 你都要抗生素的 不是你會細菌感染的嘛 再難聽些 你做手術都好 你的手術的手套 口罩 帽 都要我們中國提供的 那你可以不用的 這個世界就 不要說不行的 那你的衛生情況 可能跟第三世界的國家是差不多的 那你那些人 那你那些人 就等死 和等感染 所以 在未清楚自己 最大實力的時候 真的 每一種東西 留一線空間 會好些些 所以我們 一般人 我們就 當然是不知道國家那麼多 但是 我們是不是要踩國家呢 那我覺得 我既然 出生在內地 我沒得選的 我媽媽是中國人 我爸爸是中國人 我爸爸是印尼華僑 但是又沒有帶我們回印尼 沒有的 如果我出生遲些 我就在香港出生 但是這些所有事情 都是沒得自己選的 沒得自己選的 那你就隨而入座 你想一下 你猜很多女人想在印度出生嗎 不是啊 是不是 可以的話 她都不知道多想在香港出生 多想在內地出生 現在在內地出生的女兒 多好處 印度出生的女兒 多折奪 既然我們不能夠選擇我們出生的地方 那我們就要接受 或者叫自己投胎一投得不好 你不是要別人去改變你 就是 就算你和一個人相處 你也不可以說 要別人去遷就你 除非他是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他想跟你一齊 這樣就去逼遷就 但是 如果不是的 一個普通人 我什麼都要遷就你的 更何況你要國家去遷就你 所以我覺得 香港那些人是很奇怪 也都當自己是好像 拿著國家的喉嚨 你要搞清楚 別人愛你 你才可以拿著喉嚨 看看如果別人不愛你 你看看你會怎樣 你覺得你還有本事 你以為你可以拿著別人的喉嚨嗎 所以我覺得 做人 要知道自己站在哪裏 如果不是等一會 惹到神真鬼言 沒有人幫你 就真是 不要怨了 要知道現在國家強大 所以你要什麼人 隨時可以給你 隨時可以給你 但是 你問一下 如果國家 如果還是早年那麼弱的時候 你香港這樣爆疫 國家怎樣給你 它自己都搞不定 所以不要怨那麼多 看看我們有什麼 我們去珍惜 我們去感恩 如果你看看你 在美國 好像我媽媽一樣 跌一跌狗皮東西 下樓 是9萬美金下樓 你覺得 你如果香港也是這樣的話 沒有國家支援 又要找資家的話 你給不給得這麼多的錢 香港不算是很好 但是你有什麼事 他還是先治療你 你是要等八個小時 喂大哥 你難聽點說 那句 你給那兩塊水急症 你等就要的 是不是 你就算你給五塊水看私家 你也是要等的 私家醫生 我試過看私家醫生 都要等幾個小時 你以為不用等嗎 好 不用等的私家醫生 那些很差的 你又不想去看 我試過以前住晚安山 有一個醫生很好的 我試過下午排隊 所以 他說你先回家 晚上10點 差不多9點多 10點才叫你去看 喂 隔壁那裡是沒有人排的 你會不會去呢 你進去就馬上有得看 但是你不會要的 所以你給幾塊水 五塊水看私家醫生 都是要排隔好的話 那何況你給兩塊水公家醫生 那當然是要排的了 你不用排的 你就試試去私家醫院 只是掛個醜 五塊水其他東西 全部另計 埋單六樓 千多二千元六樓 那你就不用排了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現實 所以我覺得 看看自己 其實香港尚且是不錯的 當然很多費官做不到事 所以搞到情況那麼差 如果不是那些費官不肯做事 或者故意搞亂香港的話 其實香港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差 好了 今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